倒不是说它都难做 就是需要好多好多瓜子壳 磕了一个星期 嗨,我是拼命磕瓜子 拼命吐瓜子壳的九月 过年没回家 我才自己做了腊肉 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说好不好吃了 这简直就是幸福的味道 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家乡的腊肉怎么做 新鲜的五花肉 买回来先烫一下皮 皮有腥味 这样烫一下就好了 用刀刮干净 千万别用水洗 洗完再吃腌容易变质 腌肉的盐 在锅里加上八角桂皮 香火炒一炒 让大料把香味都释放出来 然后均匀地涂抹在肉上面 每一面都抹上 放在盆子里 腌五到七天 腌好了 又不用洗 直接挂起来就好了 腊肉最好用柳树枝来洗 就像广州的烧腊 最好用苹果木去一样 什么叫烟火味 这就叫烟火味 不过烟有点大 有想想办法 不然保安过来了 可不管你是不是美女 我找了一个搬家用的大纸箱 把肉挂在里面 这样盖上敲咪咪的心 就不会影响到别人了 薰的时候人一定不能离开哦 要防火 通常情况下 至少要薰足七天 才会风味十足 坐起来其实挺费势费力的 小时候喜欢吃腊肉 妈妈就在旁边悠悠的说 以后妈妈不做了 你就吃不到了 这话说的 我口水都跑眼睛里去了 我学还不行吗 我是跟妈妈学的 她是跟外婆学的 这种传统美食 不只是调料和食材的味道 还有一方水土和人的味道 很多时候一种味道 伴随的是一段记忆 就像上学的时候 喜欢校门口的酸辣粉 直到高三 老板患了 吃着已经变了味的粉 才恍然发现 时间都过去那么多了 说好请我吃十包辣条的东西 我学了 从此要无音讯 闺蜜以前还有一个男朋友 现在没有 我起头画了四十页的漫画 也不了了之 现在吃着这个味道 似曾相识的腊肉 都能感觉到 妈妈开始在耳边念叨了 妈妈你好烦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